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10月1号星期四 纽约市 昨天川普和拜登的辩论 对不对 在最后就谈到了关于邮寄选票 川普就觉得邮寄选票 这里边的弊病很多 会造成的选举的舞弊 然后拜登就认为 不会觉得邮寄选票是好的 当时我就说邮寄选报 这里边肯定是存在一些问题 技术上也不成熟 因为以前其实用的其实是比较少 现在突然大家用肯定会带来一些问题 对于落后方肯定就需要把水搅浑 作为领先方 当然就希望非常稳妥的把选举过去 其实从这里就能看出来 谁是领先方胜券在握 谁是想把水搅浑的 结果今天才刚过一天 今天就出事了 今天白天 我们现在其实刚过了12点 今天白天的时候 9月30号 今天纽约市的市民就发现 纽约市的选举委员会 在寄送选票的时候 弄错了个人信息 在随信附计的回函信封上 贴上了错误的姓名和地址 是对不上的 纽约市的选举委员会 已经寄出了 在全纽约寄出了50万张 当然这光是纽约市 不包括纽约州 50万张这种选票寄出来之后 现在估计可能有十几万 是有问题的 按照规定 如果有人在错误的选票信封上 填上自己的名字 选票就将作废 也就是说 他们既排的选票 你就没法填 你要是填假信息 你是违法 你填真的信息 那你的选票就作废 所以这十几万人的选票 直接就作废掉了 等于 到目前为止 在整个纽约市 有什么公园坡 展望高地 卡洛尔花园 皇冠高地 克林顿山 布希威尔 弗拉特福石 布鲁克林高地 还有什么日落公园 等地方的选民 有超过差不多十几万 将近14万张选票 都出现了这种问题 就是说选票 直接实际上就可以作废了 因为也根本不能入入的话 算违法 因为姓名地址是对不上的 等于不是你的 好吧 纽约市的选举委员会 现在已经意识到了 问题的严重性 委员会的执行主席 麦克尔瑞安 将问题 就是说不是我们的问题 把问题都推给了 供应商 叫凤凰图形公司 说该公司负责 给纽约市的选民们 打印和邮寄选票 现在看来 就整个出了问题 那么家住公园坡的居民 杰里米·克洛普普曼表示 他说他一直在试图 与选举委员会联系 就是说因为大家想投票 就发现选票出问题了 就是说给选举委员会 联系 以寻求解决方案 但是他说 当他致电纽约选举热线的时候 说选举热线告诉他 前面有79个呼叫者 你在未听力 你还等他名单上 前面有79个人 你是第80个 别着急 慢慢等 这种电话 你知道等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都是他 对不对 这哥们说 我是能等 我手机还能有电吗 这受了两不得 然后克洛普曼说 他说如果选举委员会 已经将50万张选票 都发送到了错误的地方 那么现在将他们收回的话 是个浩瀚的一个工程 而且就是说还能不能来得及 对吧 到了现在 时常从9月份就开始做了 现在搞了一个月 搞成这样 你怎么收回再重来 可能选举就过去了 对吧 他说这将破坏了人们 对邮寄选票的信息 CNN的执法分析师 扎姆斯 加利亚诺发推说 说皇后区的选民 有很多选民从没有服役过 他们就不是退伍老兵 但是就是说 你是就是说服现役 或者是退伍的 从来都没有过 但是却收集到了标记 为军事用途的 2020年总统大选的邮寄选票 如果邮寄选票 会在大选后遭到 如果邮寄的话 在大选后就会遭到 就是违法行为 就是说你明明 你不是军事人员 那么你收到 是这种军事中途的选票 那么他也 连CNN也知道 就是纽约这儿的选举 邮寄选票出了问题了 出了大问题了 所以这些选票 就是说跟你的信息不符 如果你使用的话 就等于你认为 你是个虚假信息 那么你就会遭到起诉 那么家住纽约的选民 叫德比康沃尔 他是一个民权律师 他也是发推 他说纽约市的选举委员会 给我的选票 有问题 他说第一 就是说选票是军事选票 他本身就不适用 我没有任何 我没有服务的意义 现在也不是现意义 对吧 然后二 上面的地址和名字 也是别人的 也不是我的 也是错误的 整个都不对 就是说不但是记得军事的 名字和地址还搞错了 纽约市的市议员 吉姆范布拉默 对纽约邮报说 说人们对这些选票 以及人们应该如何 出去选票感到困惑 他说纽约市的市民已经开始了 不再信任邮寄选票了 而且也不信任的纽约的市的选举委员会 能够正确的去计算选票 因为你整个都错了 你这还还记个屁 这不都全搞乱了吗 川普看完之后 就觉得这个 我昨天刚跟你们说邮寄选票会出问题 对吧 今天就出问题了 川普在推特上说 他说在纽约市有十几万张选票 完全是混乱了 搞乱了 他说 但是纽约市的市长和纽约周到周长 对此一点方法都没有 全部对策 因为以前没有搞过这东西 现在拖了问题之后 现在也不知道怎么解 大家也在想对策 但问题是马上11月3号就要选举了 现在所以完全就是一头雾水 没有办法 川普说这是一场重大的选举的欺诈 应该取消邮寄选票 并且让选民们像过去几十年那样 正常的去投票 他说你这么搞的话 你们就是为了要把这谁搞混 把这些选票的全都搞的都作废了 然后由你们自己去想办法去在里面胡搞 纽约市的市长白思豪面对这个情况 也是就没有办法 你说这事儿弄成这样了 怎么办 他也只能就说承认了 承认邮寄选票现在存在缺陷 他说这件事情令人惋惜和震惊 我已经要求了 纽约市的选举委员会尽快解决问题 当然是正式承认 这里面就是说出了严重的问题 成了一个丑闻 等于就算是打脸了他们自己党派的候选人拜登 他们都是民主党的 拜登昨天29号晚上才刚说 说有请教没有问题 万无一失 结果今天在他们最重要的 纽约市自己民主党的地盘上 就出了这么大的问题 一共寄出来50万张 这还没有搞完 后面可能还要更多 如果大量的用邮寄的话 可能后面还有几百万 上千万可能都要使用邮寄选票 对不对 你现在刚寄出50万 就有将近14万张都有问题的话 五分之一的选票都直接作废了 我不知道民主党 当然我想也许这就是民主党想要的 民主党要的结果 民主党知道自己这么选的话一定输 如果不在选举上想办法搞事情 把水搞混的话自己就不用选了 就输定了 对吧 我想这个可能也是他们拿来 就是说选举的一个策略之一 就是要把希望能把五分之一 或者四分之一的选票全部作废 这样的 然后留给自己的去操作的空间 好吧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